來 聊 聊個五毛錢的天吧 我現在的聲音 不知道聲音和歌會不會比例不一樣 我想把腳拿上來 自由的我 想動的話重複說 切掉獵人生活 你不習慣的過 散了死的我 黑馬 就是黑馬王子的黑馬 今天我回深圳了 然後去吃了椰子雞 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吃椰子雞了 我的流海太長了 Hello 朋友們 這首歌是幻想 我和蕭芸一起唱的 北京的椰子雞不好吃 北京椰子雞有股味 沒有就是那個雞肉怪怪的味道 我上次吃了一次 哎 跟你們說個事 我之前我這額頭還沒有這麼高 就是我之前就是 它不是有那個叫三亭五眼嗎 就是這樣這樣這樣 要一樣長就好看 就是很標準 然後呢我以前就不是這樣的 我以前就是 這裡和這裡是一樣的 但是我額頭就會短一點 然後那天我又量了一下 我就發現 我的額頭 我的額頭 它現在就是 它現在就是 就是跟這個鼻子和下巴是一樣的了 就是我不知道是一件該高興的事呢 還是一件就是 該警惕的事情 就非常的苦惱 我前陣子脫髮特別嚴重 我前陣子每天梳頭 然後就會一大把 就是那個叫什麼 就比如說 我平時正常一周掉的頭髮量 我一天就能給它掉完 就是那個 那個情況 非常非常可怕 但好在是什麼 好在是就是 在近期這個脫髮 這件事情 得到了就是 好轉 就是它緩解了一下 我要怎麼樣讓我的瀏海 優雅一點 太長了 而且你看深圳就是 太濕了 我的瀏海 就是 直冷不起來 它就 它就是直的 它就沒辦法捲起來 如果有一天 動了憂傷 想著它就會有好夢一場 你們覺得我有瀏海好看 是沒有瀏海好看 這是有瀏海 但是這不是完全有瀏海 就是 有一部分瀏海 然後沒有瀏海 就是 這個樣子 你們看我這個地方已經開始凸了 好危險 Hello 今天其實北京是很冷的 北京就是晚上和早上應該會特別冷 但早上會比晚上好一點 因為早上它會就是太陽嘛 然後再加上我今天飛深圳 所以就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叫 所以 所以 再加上就是 一下樓就坐車嘛 坐完車就進機場嘛 所以 在機場呆著就上飛機 所以就 穿的比較少 然後 我回去 估計也穿的不多 光頭也好看 謝謝你 我記得 我記得抖音有一個特效 就是光頭特效 我看能不能找到啊 朋友們 欸這有個特效是酒窩 這個酒窩好黑啊 像臉凹進去 欸我的酒窩 這個酒窩怎麼去不掉 我找一下有沒有光頭啊 給你看我光頭的樣子 欸這不是光頭 欸怎麼沒有光頭呢 好好笑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哇這什麼 這個好暈啊 不玩這個 這個呢 這是八字眉 看它都是光頭 怎麼 這個呢 這是粗眉嗎 為什麼沒有光頭呢 為什麼沒有光頭呢 面膜這是 離開 你的身旁 亮 我找不到啊 我找不到啊 朋友們 好難過 不找了 快我們來聊天吧 我們還能聊半個小時 三十分鐘 30分鐘 藏著的殘泡 和完水 我的腳踏 變天那河堤被 乌乱热晒风吹 你们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个那个特效了 牛海贼唱 让流分 绕肉拌粉 来一份 不会太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张专辑什么风格 你们想听什么风格 我就是懒得剪刘孩 因为每次剪刘孩都要出门 都要打个三十分钟的 坐三十分钟的车 然后还要就花个三四十块钱打车费 如果可以我也想自己剪 每次化妆我都白嫖化妆师 我让化妆老师帮我剪 这样不好看 辣妹是什么 辣妹不算是 辣妹不是一个曲风吧 看国王排名 朋友们看国王排名去啊 快点今天更新了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我最近刷抖音说 四个就是最懒的星座 我不能理解是 巨蟹座竟然是排第四名 它竟然不是第一名 但是对巨蟹座的描写就怎么看都都是 它都是就是最懒的那个 就是给它饭 然后给它睡觉时间 然后它能一星期不出门 那国王排名挺至于的 有那种养成戏的感觉 波及非常可爱 非常可爱 我吃过再说 我要吃过再说 双城之战是什么 苦情歌 我这张专辑里没有苦情歌吗 还是有吧 算完 雨中雨算啊 雨中雨还挺 有一点点苦 我现在在深圳呢 我今天出差了 我今天从北京 飞飞飞飞飞飞到深圳了 無限列車 無限列車不是鬼滅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一個序章嗎 我一直都長這個樣子啊 你們看的照片我不知道 因為很多人就是跟我說 就覺得我跟今天長不一樣 但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大家對我的印象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自己沒有變過 然後那天還拿身份證 對照了一下 不是身份證就是我 我還拿以前的照片 跟現在的照片比對了一下 就是發現是一樣的 說明我是一個 可塑性非常高的一個 帥哥 我會來的 王者什麼段位了 大家快一起期待我們那個王者的節目 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他會怎麼撿 因為裡面比賽的成分很多 因為我覺得像是遊戲的比賽 電競比賽 就是看現場是最燃的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16歲 遊遊們 我那個時候 16歲 嫩的就是 也不能說 嫩的出油 就 就嫩的就是 可以掐出水來 現在都23了 現在 現在小朋友都是說那些 零 零 零四零五的小朋友 我是98年了 我已經是阿姨了 人家見到我叫我阿姨都很正常了 今天就不半個小時 一舉遊戲是不夠的 到時節目出來你們就知道了 但是我覺得我參加比賽的時候 跟現在 我參加比賽的時候還比現在胖的 就是 臉特別圓 然後 瀏海也挺長的 但是很厚 明天本命年穿紅褲衩 是 我已經打算買一套秋衣秋褲 都是紅色 然後再買一個紅襪子 我對本命年已經很很模糊了 我上次本命年還是12年前 廢話文序 下個月過生日 生日快樂 下個月12月 你是個摩羯座 是吧 12月是摩羯座嗎 我的眼珠子 眼珠子我之前 我之前 那叫什麼 我之前開箱有開過 我聽著風 來自幾天 和人海 來自愛的好馬牌 11月是射手 12月摩羯了吧 12 1 11 12 1 1月是摩羯 10 10 10月底 11月底 11月底 10月底到 對應該到 11月底應該是射手吧 11月到12月 20多應該是射手 我的梨窩 我的梨窩是 就是小時候拿一個牙籤 在這搓搓搓搓搓搓 把這塊肉挑出來 然後等它長好了 就有個洞了 11月是天蝎嗎 那射手是什么时候啊 明天过英丽生日 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和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亲爱的亲爱的生日 那个叫什么 没有在海底捞过过生日的那种 经历啊 我的落日 我们的故事像一张白纸 也始终还没有开始 你们是不是在骗我呀 真的是你真的过生日吗 怎么一说到生日 怎么那么多人过生日啊 像湖水一样波涛的镜子 想和你分享我的大小时 是我对你的暗示 如果我们会在春天 拼买着田野 还会在夏夜 摇摇着留言 如果会在夏天 回首告别 那么冬天我们还在 等着春天 下次再见面 我们下周见 所有的小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刘海好长啊 好难受 不是 其实我今天是不难受 因为我看不到我头发 大家看我就会觉得难受 但是呢我看自己看得到 我现在就自己就很难受 我现在一直都是 这样子 我的 大脑门 是长链 但是我刘海又不够长 它又撇不开 我愿意变 那么冬天还在等着春天 下次再见面 如果我们会在冬天寻找着春天 还会在秋天 等待着熬夜 如果夏天 的真名 带走了时间 那么冬天的雪 就像是春天 回开的思念 回开的思念 明天能看到什么 明天能看到刘海云吗 刘海在啊 刘海在啊 我的刘海现在又分不开 它太长了 但是它又没有那么长 我不是有 有一段时间就是 没有刘海吗 对 因为我想换一种感觉 所以我就把刘海留起来了 大概 当时是 就是卷了那种八字刘海 我没有去过马来西亚 你是马来西亚人吗 我其实也在想 我不知道啊 明天 明天什么发型呢 没想好 明天 明天办签收会的地方 是小时候经常来逛街的地方 正在深圳时候 经常来逛街的地方 就是 小 对这附近 我今天也住在附近 然后 早些时候还跟那个 经纪人姐姐 我们去吃了椰子鸡 我 梦的飞翔 梦的地方 黑夜前方 去吗 我这样穿 我后面有人吗 你为什么觉得 后面有人 有微光 指引我 跌跌撞撞 裙摆在风中飞扬 不闪耀 不推长 梦的笔法 黑夜前方 去穿 去过东北吗 没有 我特别想去东北 因为东北 东北我特别都好吃的 但是我 我对滑雪就 还好 因为我觉得滑雪 它每天 就是它身上穿的那些装备 特别多 然后东西一多 我就不想动 更别说滑雪了 然后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虽然是个南方人 也爱吃一些南方的 就是 深圳一些 就是广东特色的一些美食 但是呢 我 也挺喜欢吃北方菜 我在北京 特别爱吃铁锅炖 就是经常叫外卖到家里吃 成都就是 有点辣 等我 吃辣的功力再长一点 我应该就能去成都吃好吃的了 哎呦 我为了 我为了能看清你们 然后我 就是必须仰着头 仰着头呢 又有点大 低着头呢 我又看不见 就是刘海 像那个 条心马一样 我不喜欢吃那个 鐵锅炖大鹅 我喜欢吃就是 排骨的那个 就是 土豆排骨 然后里面还会有那个 东北的年玉米 就很好吃 我不信成都那边的辣 他们说的不辣 那肯定是很辣了 然后他们说的很辣 那应该是超级辣 感觉我胖了 行吧 你怎么觉得就是怎么觉得 不行明天起不来 早茶算了 现在对早茶没有那种特特别的欲望 现在对早茶就 随缘吧 你要是起得来 可以喝喝 你要是起不来 就 Let it go 现在疫情还挺严重的 出国就别想了 在身后 我觉得 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以每天都待在家里 我可以不用出门 就更别说 北京北京已经很够玩了 如果可以的话 就不出门 在家里就特别够玩 在家里最好 冬天嘛 冬天是能一直待在家里就好 什么叫早茶 早茶就是 上午喝的茶 就早茶 像广东人就特别爱喝茶 比如说上午有个早茶 然后中午呢 就是早茶能吃到中午 吃个午饭 下午再继续喝 喝那个下午茶 下午茶完了之后晚饭 晚饭之后晚上还 还可以就是喝茶聊天 就一整天都在喝茶 回忆像个缩手的人 暖暖充满相应的痛恶 跳过水墾 绕过小村 等相遇的远层 会吗 我再 再播五分钟 我就下播了 说将来要去我情门 转多少声 过几次满 虚愿之青春 铁观音 我特别喜欢喝菊花茶 就是我回回广东之后 我特别喜欢喝菊花茶 就是我回回广东之后 虽然疫情 疫情确实就是挺伤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 就是大家先不要掉以轻心 它虽然不是最严重的那会儿 但是还是就是 一定也一定要就是做好防护 过年应该不会回广东 过年应该不会回广东 没啥事应该也比较少会 因为我妈也在北京 刚才那是什么 你们送了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然后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就是 黑马计划一周年的特别直播 然后播半个小时 然后小赖就下播了 然后呢各位好朋友们 就是友友们家人们 亲朋好友们 就是 如果明天要来签收会看我的话 那我们就明天见 然后 其实其他在抖音 关注我的朋友们 就 想看什么样的 想看什么样 我拍什么样的抖音 可以跟我说 我要是空了 要是我化妆了 我就给你拍一个 你喜欢我从高三开始 然后你现在都实习了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一样的 对我们 那年你般小小的反弹 微细如蜜我也一路干 咱们 高层UP 我们不做高层UP 我们做一个随缘UP 我觉得相聚就是圆 你看你今天能够找到我的直播间进来 也是一种缘分 我觉得 就是 所有的缘分都不要强求 我们可以就是 慢慢来 是吧 韩剧片装不是已经都热嘟嘟过了 还有一分钟我就下播啦 朋友们 相对就是圆 没规划没规划没规划 好啦朋友们今天就播到这里 拜拜 对我新发的抖音记得去给我点赞 给我点赞 不要不要因为封面就劝退了 它是它是我精心制作的 是我精心剪的 好吧 拜拜 拜拜 到方前转蔓延成花 是名工的他 是召唤某处人家 初绕过发梢红霞 刺绣增他 眉目刚连你作妆 刺绣增 唐葫芦便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是什么了 拜拜 下播 再拿下播 拜拜